立法會剛剛三讀通過了2024年撥款條例草案 我非常感謝議會的支持 以及議員在審議這條草案期間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我们会全力进促落实相关的措施 香港现在正值经济转型期 实在是面对着机遇与挑战并存 不过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正因如此我们更加要深入地掌握国际的大局 了解内地的发展战略 也都需要自己更加聚焦 应对不同的挑战 信心成为我们坚定合力 发展经济的最重要力量 今年财政议算案以坚定信心 找紧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主题 面对外围环境复杂多变 我们一方面营造有利的条件 另外一方面也都推出不同的措施 希望从金融、科技、旅游、零售 以至其他各个方面和业界一起更好地发展起来 近期的资产市场包括股市和楼市都明显改善 我们希望这个稳中向好的势头可以持续 终长期而言 预算案的措施 是聚焦在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包括加快绿色转型 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 并且持续推进八大中心的建设